写完了这两个loss之后啊 咱们最终的一个总的loss就是等于咱们的一个content loss 再加上这样一个style的loss吧 然后如果说啊大家想把这个东西啊做得更好 其实可以再加上一个loss值啊 那个loss值其实是用来去造的 在原始论文当中啊 其实也有涉及到这方面 但是呢咱们为了简便起见啊 咱们就不说怎么去降噪这个事了 咱们接下来要写的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trainstyle 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就要进行训练了吧 因为现在咱们已经是把这个loss可以求出来了 求出来loss之后啊 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完成了只一大半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写这个trainstyle 咱们要进行一个网络的训练了 它就等于啊trainstyleflow的一个train模块下 在这个train模下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咱们自己喜欢的这样优化器 用剂头下降啊 或者说这个adm啊 现在automizer现在是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呢我们传进来的是一个 比如说你指定一个学习率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用这个学习率啊去memimize 就是咱们最小化一个 咱们只需要在这里啊 把这个loss值 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loss值传进来 后面这些咱们就都不要了 后面的参数还是蛮多的 咱们都用不上 咱们只需要这样一个 咱们只需要这样一个loss值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优化器已经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session去转一下 在这个session里边啊 我们去先把咱们的一个全局啊 一个变量进行初始化 就是一个global variables interlizator 然后咱们现在把它进行一个初始化的操作 初始化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循环了 就是说在这儿我for先是什么 先循环就是先是epo之间循环吧 epoch 先是一个epoch 一个epoch之间循环 在range里边 在range里边的咱们所有的epoch之丝 epoch 对于每个epoch啊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这里呢 我们先算一下 一共有啊 咱们样本是有多少个number examples number examples啊 里边它就是等于一个浪值 然后呢 我们一共是有多少个content 咱们之前啊 定一个东西叫做一个content targets吧 这个content targets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现在要去算一下 一共有的样本是有多少个 然后呢 最开始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interaction 它的一个迭代是D0次迭代 D1S D0次迭代 然后呢 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写一下 如果说啊 在进行一个epoch的时候 一个epoch里边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它的一个迭代次数 用这个迭代次数啊 是乘上它的一个batch size吧 因为每次呢 它是迭代四个样本的 再乘上它的一个batch size 如果说啊 它是小于咱们的一个number的 那它就是说 还没有完成这个epoch吧 没有完成这个epoch 那在这个情况当中 它就要继续去做这样一个事儿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时间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把这个start time打印出来 start time呢 就等于咱们的time 块下的一个time 咱们可以把当前的时间啊 给它打印出来 start time 然后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一个 算一个current吧 current就是说 咱们当前拿出来了 哪几个batch 就是interations 咱们第几次迭代 第几次迭代呢 咱们再去乘上这样一个batch size 就是咱们当前啊 是拿到了哪些个样本 就是迭代多少个 然后我们的一个step 第几次呢 step它也是等于 就是等于一个current 当前的第几次 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batch size 这就是等于它的一个step值 然后呢 content 我看一下 这是一个current 再加上这样一个batch size 这就等于啊 咱们当前的一个step值 然后啊 咱们现在要做的 是不是说咱们迭代已经写完了 循环写完了 我们需要把数据啊 实际的拿出来了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xbatch吧 xbatch啊 先给它用0件处理化吧 那么拍点zeros 里边它是又需要传进来的一个shape的 咱们这个batch啊 其实有个东西 咱们之前写过 是一个batch shape吧 所以说把batch shape传进来 batch shape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 我们看要不要指定dtype 需要指定个dtype吧 dtype 我们让它的dtype啊 让它的dtype都是dtype 都是啊 这样一个numpy的一个flow32格式 统一啊 咱们都是用这种flow32格式 这种格式啊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 然后这个xbatch啊 我现在也在进行处理化 然后里边还没有值吧 我可以for咱们的一个 for咱们的forge吧 forge 然后咱们的一个imagine forge和咱们的imagine 因咱们的一个枚举 在immunitator里边 我们可以在咱们所有的样本 就是一个content的target里边 咱们的一个所有样本当中 我要去把这个数据啊 实际的给它拿出来了 然后在哪些数据当中啊 是在咱们的一个current数据当中吧 就是从咱们的一个current 然后呢 再到咱们的一个currentstep 也就是说 把这几个batch拿出来吧 因为我们看 这个current和这个step差什么 就差了一个batchsize吧 batchsize等于4 所以说 我这个是从0开始的 第0次 然后0下 然后第一个是0到4 然后这样一个4到8 然后8到12 每次把这样几个数据给它拿出来 这样呢 写完这样一个循环之后啊 我就可以把这个xbatch里边进行复值了 xbatch里边第一个值 它是一个啊 就是我们有个j嘛 j从0123开始 所以说 第一个数据就是这j 然后呢 我们之前写一个函数吧 叫做一个getimagine 就是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然后呢 把咱们当前的这个数据路径传进来 它可以读进来这样一个数据 读进来数据之后啊 然后现在只把数据读进来了 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读进来数据的一个维度 我们再传一下 就是一个256256乘以3 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个 旅赛的操作 256256乘以3 然后呢 我给它还是 读完之后 保存起来 我还是stype一下 把它转换成一个float32的形式 读取完之后啊 让它还是一个stype 然后numpi.float32 这样咱们就读取完了这样一个batch 走完了这个循环之后呢 这个batch就做好了 这个batch做好之后啊 咱们现在的interactions啊 原来是0 现在我做完了一个batch 所以说迭代完了一次 我要给它加1 加1之后啊 我为了保险 我可以再写一个assert assert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进行判断一下 咱们的一个x的一个batch啊 它的一个要求就是 xbatch它的一个shap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shape0 就是看看 它的shape啊 是不是跟咱们batchsize是一样的 如果说是不一样的 说明咱们出错了 那就不让它继续去运行了 assert这块是等于等于判断一下 就是咱们做好的这个batch啊 它的一个里边有几个数据啊 是不是跟咱们指定的这个4啊 是一致的 如果说是一致的呢 就说明咱们的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4啊 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 然后在这个循环当中 我要写一个feed additionary了 就是咱们之前啊 是用placeholder进行存储的吧 所以说 现在我需要指定这样一个feed additionary 然后呢 咱们这个feed additionary里边 我要传的是一个xcontent 这个xcontent啊 它的一个值就是等于咱们的一个xbatch 把它再传过来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 这块不是xbatch 是这样一个batchsize啊 得知也错了 这块是batchsize 这样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给它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现在有数据之后 然后风格啊 风格是默认的一种风格 所以说我现在数据和这样的一个处理化都做完了 那我实际就可以来去训练了吧 我可以让这个trance type 刚才不是定义好了吗 我这个trance type啊 现在我就可以进行一个训练操作了 我trance type直接run 直接run里边呢 我把这个feed dictionary啊 传进来不就可以了吗 我让这个feed dictionary就等于咱们当前的 我看一下 这个feed dictionary就等于咱们当前提好的这个feed dictionary啊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run的操作了 run的操作啊 就是跑完一次 就是咱们有一个untetime吧 咱们计算一下 可以计算一下这样的时间 untime呢 就是等于time 然后time把它的时间调出来 然后啊 我们可以去算一下 就是咱们可以算一个delta time 就是咱们经过了多长时间run这么一次 它呢就是等于这样一个untetime 再减去咱们之前写的这样一个start time 这样咱们就得到了一个run的时间 run的时间之后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写一些东西就是 我们要不要打印一些东西啊 写一下吧 就是说如果说啊 我们可以要写一些东西叫做A字print 我们来写这个东西啊 A字PRI A字PRIprint interator ITER 如果说我们要打印一些东西的话啊 我们它就是等于 等于一个int值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iterations 我们迭代了多少次 用这个iterations啊 然后去这样百分号 百分号一下 百分号一下啊 咱们之前啊 有一个参数叫做一个 我们可以写啊 就是一个print iterations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 就是咱们隔几行隔几次啊 一打印当前的一个叠代效果 这些东西啊 可以大家去自己去选啊 愿意打印就可以打印 不想打印啊 不打印也没关系 对结果是没影响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判断一下 是不是到了最后一次啊 A字last 如果说A字last的时候 它就是A字last 其实啊 就是咱们用咱们的一个eproach 我把eproach复制过来 就是啊 你去算一下这个eproach啊 去百分号啊 用这个eproach去百分号一下 咱们的一个print iterations 看看它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说也等于零了 是不是说咱们现在 也达到了一个eproach走完啦 那就到了最后一个了 这个东西啊 咱们倒数也是可以进行一个 打印操作的 A字last等于eproach 这块好像有点问题 A字last我想想 这块不应该这么写 A字last等于 先是让它等于这个eproach 我算一下它这个eproach啊 是不是等于我的这个eproach A字last就是说 如果说是eproach减一 或者是interaction乘上bytesize 对最后应该这么写 我们就是啊 A字last是这么写啊 咱们是如果说判断最后的时候 我们先让这个eproach啊 是看一看它是不是等于一个最后的一个eproach 就是就是这个epro之丝 我先把它挪过来 这个epro之丝啊 我让它去进行一个减一啊 看一下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 或者说呢 and 咱们写一个and and里边我们传进来的就是一个interactions 看一下这里有个interactions在哪呢 或者说啊 这个interactions咱们迭代多少次 每次是迭代这么多个byte size吧 比如说在这里啊 有一个byte size看一下 它乘上的这个byte size啊 是不是已经是大于等于了 咱们的number examples 如果说符合这样标准啊 它就是已经迭代 它就是啊 已经迭代完了这样一个eproach 那么这回呢 它就是到了一个A字last的一个位置